第四届盲人环台为公益而跑惨爱活动 第十三天是来到了花莲 也为花莲家福中心募得许多爱心资金 要帮助辅助家庭安心过年 盲人环台为公益而跑协会 今年度的年菜募集目标是5000份 沿途在各界热情响应之下 慢慢的往目标树来迈进了 也欢迎有更多人一起来帮忙 完成爱心年菜的最后一礼路 在四丈跑者吴春成与古齐哲的领军之下 第四届盲人环台为公益而跑 109年12月26号从台北出发 110年1月7号抵达花莲 也把沿途目擠到的爱心送到了花莲 会很辛苦吗 不会啊 跑的感觉怎么样 很好 你跑多远了 跑快回到台北 快回到台北了 六百多公里 六百多公里了 是不是很冷啊路上 还好 还好哦 大家有没有给你加油 有有有谢谢 四年前我们原来是想帮助市长朋友 因为他们有一个目标 想演一个市长朋友的梦 第一年是这个梦 那所以就这样一直跑下去 那再来就想说 可以帮弱势 帮助弱势 所以这个是很有意义 所以我们就一直 一直办下去 我们是结合 湖沦社结合企业 那从台北一路跑下来 那我们就沿路有很多热情的民众 那我们就跟他讲 有前程有六个弱势团体 如果你也可以自己 捡出去 那我们也可以帮你代收 那收的就把 到每一站就捡给他们 花联家福中心感谢 盲跑协会的号召 让今年度 一千七百份的爱心年菜募集 已经快要达标 其实在每一年的时候 我们希望在农历过年前 然后我们都会准备年菜 或者是年货 然后让我们的家庭 可以在农历过年前 可以顺利的过一个好年 那为什么我们会做年菜 这样的活动 主要原因是 我们有很多的家庭 其实都是在比较劳力阶级 或者是做服务员 那在过年期间 其实他们比较没有办法 可以在家里 帮家里做一个好的年菜 或者是缺乏 所以我们每年在农历过年前 我们都会做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在各界的帮忙 还有今天我们这场 盲人路跑的活动 其实帮我们在整个年菜的募集 凑上最后一里路 那目前一千七百份 我们其实几乎已经 大概已经差几十份 我们应该有机会 在这个礼拜就可以全部达成 盲人环台为工艺额跑协会 一路上号召了企业 社团与善心人士一起响应 抵达花莲站时 也把沿途招募到的善款 捐赠给花莲家福中心 一个一个红包 都是社会大众的善念 也让弱势受助家庭 可以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能够安心过好年 为爱慕年菜 因为有你在 戒旅会欢事报道